半堂海濱走过去翠平坡 茶果岭海濱五分钟左右 沿着紫舌直走 五分钟就到了 相机我觉得好像古董 通过这里巴士站走过去 几分钟就到了 到茶果岭海濱 茶果岭海濱 今天开幕2023年8月26日 全场1.6公里 这里今天很多人 人口湧湧 连接着观塘海濱走过来几分钟 这里也看到启德游轮码头 全场1.6公里 连接着观塘海濱 走过来几分钟 五分钟左右 看到游轮码头 那边就是西湾河 很可爱的西湾河 康文柱的吉祥物 宅都很可爱 很微微的版 玩游戏 在这里 看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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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看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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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轮码头看起来 看起来 很清晰 城堡 小孩很喜欢 空车 转转转转 很多鸡蛋花 现在闻到鸡蛋花的清香 哇 几多蚝蚝蚝蚝 很多 鸡蛋花开个季节 很多鸡蛋花 清香泡味 放在下面遮一下 黄色的鸡蛋花 很浓郁的香味 整个公园都闻到鸡蛋花 鸡蛋花开满了 一个游乐场 清香泡味 哇 这里环境都不错 这个好像是迷宫还是吃不到 小朋友很喜欢 竹子 小朋友在玩乐器前面有些音乐 太阳花音乐 又挺好听 挺好玩 洋入了一片欢乐的气氛 小朋友有多喜欢 哇 真的是 这个是一个小朋友 带人的玩乐 好去处 这个游乐场也挺美 很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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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天都可以在这里 拍到欣赏烟花 每天都可以在这里 真是香港 每天都会有风景 迷人 很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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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火车一样 有很多窗 桥四通八达 可以看着窗外很多风景 可以看